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才出生没多久 本该是在妈妈怀里享受天伦之乐 却是在茫茫大海中被救难人员抱着 面对未知的未来 周一一天内 意大利海防部队便在利比亚外海 就起约6500名难民 成为近年来海上最繁忙的救援日 数百名难民就挤在一条小船上 随时都翻覆危险 甚至有人等不及救援 穿着救生衣 直接跳船游向救难人员 参与救援的吴国界医师组织表示 船上包括一名仅出生5天的新生儿 另外还有多名婴儿 也紧急透过直升机 后送至意大利医院接受治疗 根据统计 光是这天就执行了40起救难任务 共就起约6500名难民 这批难民大部分来自索马利亚等非洲战乱国 而非叙利亚 国际中心综合外电报导